混龄时间 路易十四传奇 这是路易十四的半身雕像 创作者是雕刻家和建筑师之中的传奇 来自意大利的贝尔尼尼 所以这个作品可谓是 一个传奇表现的另一个传奇 这个作品创作的时间是1665年 路易十四才27岁 他当时不仅请来了贝尔尼尼 还向整个欧洲召集各方面的人才 他们纷纷赶往凡尔塞宫 使得真理成为当时文化艺术的中心 提高了整个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教养水平 和社交礼仪规格 路易十四在位72年 不仅建造了宏伟的宫殿 成立了强大的军队 开疆拓土 他本人的爱好和品味更是影响深远 他向世人展现了法兰西的灿烂与辉煌 法国此后成为欧洲文化的主导 艺术的先锋 奢侈品大国 他也被称为太阳王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 我的警戒里有联系方法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